美國聯邦調查局說因為涉嫌幫助伊斯蘭國組織而被捕的一名美國陸軍中士 以前就曾經多次有威脅的舉動並且發表過支持極端分子的言論 這名叫伊凱卡康的中士星期一在檀香山首次出庭被要求繼續關押 伊凱卡康是宣誓效忠伊斯蘭國 詞曲 李宗盛